大家好,我是Lulu,我叫盧勝芳,快速跳過 哈哈哈,好,可以叫我Lulu就好了 然後呢,我不知道戴場有沒有聽過 斜槓青年斜槓人生這個名詞 在這幾年都有嘛,那我們不贅述 但請看這一張 我覺得今天啊,整個串連起來 這張圖最重要 就是我很喜歡前一位講者 跟前面兩位弟弟妹妹 你們今天應該沒有人超過的年齡吧 有請舉手? 沒有,好開心喔 哈哈哈,我最大,叫姐姐 好不可以叫阿姨,好 我覺得剛剛,我很喜歡這裡的氛圍 是其實我覺得來的人 其實心裡都有一個想要找尋人生意義 跟想要找尋追尋人生夢想的小種子在心裡 不然大家來交點幹嘛了,對不對 好,這同意齁 好,哈哈 那我覺得人生的意義呢 其實這四個圈,包括它的外圍 你們可以自己仔細思考 有沒有敲到你們自己的內心 那我覺得剛剛 其實我今天一直在觀察佑珍跟她的朋友 我覺得很迷人 人,我真的覺得你們很迷人 而且我剛剛看你的照片我覺得太厲害了 直接從T走到不分,帥 哈哈哈哈,就是我自己的年輕的年少 其實也有經歷過一段那樣的追求 但是我最後還是成為雙,我結婚了一個小孩 但是我還是熱愛女性 就是我有一個男人的心靈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必須說 我覺得斜槓青年在你們每一個人身上一定都有 只是你有沒有去把它mark起來 然後很奇妙的喔 大家有沒有打工經驗有的請舉手 去打工 有,非常棒 其實你們都斜槓了 只是你們不這麼認定自己 但是我覺得 世代在變化,人在改變 有越來越多的名詞可以定義你自己 但是你終究還是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的 然後你的想要不會一直不變 它其實是一直改變的 包括你人生的意義 還有剛剛我覺得像佑珍他們在做他們有熱情的事情 一開始都是熱情 都是找尋醫 都是無常的 那你怎麼知道你後來會遇到什麼呢 好,我要這麼說的事情是 我也不知道原來我人生的叛逆可以帶來傷 原來我的傷可以帶來療癒 那我接下來就講一下我自己好了 總之呢,這個是人生重點 你一定要有一個屬於你自己的價值觀 包括你當媽媽的時候 你也要成為一個媽媽的價值觀 看我原爆的攝影多好 好,我是誰誰是我 請你們看那張圖 其實人生啊,就像前面幾位講者在講的 最終你要向內看 因為還有包括佳珍今天的影言 眼光這件事情 我們成長的過程一直在用的眼睛往外看 可是殊不知有一天你要回到自己 往內看的時候,你才能找到你人生的意義 那為什麼我寫了三個重點 就是我有叛逆 我的叛逆呢,造成了我第三個重點 我的重病 其實人其實,當你在選擇的時候 你一定會有一些經歷 不管你願意跟不願意 或許或多或少 你身上一定有傷痕 那受傷了不要緊 重點是你怎麼回到你自己 然後怎麼好起來 這後來我也會 這下一章我也會講 那斜槓的能力呢 其實很好笑的事情是 你以為你沒有的 殊不知你已經有了 終究還是你怎麼看到你自己 好 好,我真的很叛逆 我是媽媽眼中要用水管 跟不停的咒罵養大的孩子 我是出生在一個藍領的家庭 然後我的父母呢 從小他們一直跟我們說我們家很窮 然後呢,我們家需要爸爸媽媽去做很多份工作 才能維持下去 但是呢,我在35歲那年發現這個定義被我完完整整的推翻 就是都是假的 其實我們家過得很好嘛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我的人生不斷的經歷故事的塑造 重寫,重新定義 這個請你們也要為你的人生不停的努力去做這段事情 因為當你小時候原來活在匱乏的生活的時候 當你成為你自己成為一個有家庭的人 成為一個媽媽的時候 你要怎麼看待你自己的家跟你的原生家庭 這是一個很需要你去思考跟定位的 所以當我37歲發現原來我的父母跟我講的 跟我自己意識到重新定義的家是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其實是有一份衝擊的 我真的以為我的家裡面很窮 可是殊不知在我爺爺跟我阿嬤還有他們的那個年代 他們其實是有房階級 而且是四五棟財產 那我們家怎麼會窮呢?不可能 我爸爸是獨自 所以其實那個東西是一個應該說我原生家庭 傳統結構下的匱乏感 那也在我身上 那因為在這個匱乏感之下 然後我又是一個不喜歡聽爸爸媽媽的話人 我媽說不准交男朋友 國大學才能教 殊不知我國小六年級就被男生追到家門口 被我媽用水管打 打我 因為要趕走那個男生 很慘吧 就是你知道父母 我自己是個媽媽 所以我知道就是 父母給你的期望跟給你的壓力其實會受傷的 我承認我有傷 所以我開始叛逃離開我的家庭 所以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因為不愛念書 只喜歡跟爸媽作對 然後 然後呢 我的父母就 因為我媽媽是一個重病患者 他其實是一個糖尿病的患者 然後我從小就經歷要照顧他這件事情 於是父母媽媽幫我選擇了一個職業叫護士 護校同學 我們那個年代 我可以跟我資格講 我那個年代要住校 所以我國中一畢業就去住校 我國中一畢業就為自己開始打工 因為我覺得 我媽媽把我趕出門了 我不能靠他生活了 那我要有能力賺錢 於是我就開始參與的工作 然後呢 為什麼是這個年份呢 這個年份是我瘋狂 只跟父母拿學費 然後半工半讀自己 包括食衣住行 連在外面住房子的錢都是我自己去拼搏出來的 所以其實再奉勸各位 如果你要叛逆的資本 你要有賺錢的能力 好 然後17歲是一個轉折 我讓我自己去接觸了什麼 非體制外教育的團體 人本教育基金會 我16歲就進去開始做義工 我是一個喜歡瘋狂賺錢 跟喜歡瘋狂付出的人 那為什麼要跟你們交代這個歷史 我希望跟你們說一件事 當你在為世界跟社會 給出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像剛剛那個世偉說的 就是這個19歲的男生說 這個弟弟說的 你一定要為自己定位 而且你要拿回相對等的報酬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豐盛的定義 它是一個豐盛的平衡 假設你今天付出了 可是你又不拿錢 其實那下場蠻慘的 然後我就開始了過這樣的生活 然後因為我的付出的過程 我知道我怎麼找出自己的方法 但是也不誇張我19歲 因為太愛談戀愛了 情傷 所以我就自殺了 然後我那時候很慶幸我是做醫療的 然後我那時候幾星病房住了兩個禮拜 然後重度憂鬱症第一次的時候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只走傳統醫療 我永遠找不到我自己 所以當後面再嚴重發作兩次 同樣是智商的時候 我知道我不能走尋常的路子 我必須有能力照顧我自己 有能力回來 我的人生的曲線圖 你們可以畫自己人生的曲線圖知道嗎 因為我三七歲 所以我人生的曲線圖 向來是這樣 上去下來平等化 然後又上去又下來又平緩 我剛剛跟一個朋友在聊到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人生尋求而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要的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我可以分享的是 真正改變你自己人生的 是你不是你的機遇不是你的故事 而是你相信什麼 這是我的粉專光之鏡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就是我會在上面寫非常多 我生活的觀念跟想法 我覺得那是改變我的契機 那我覺得人生的每一個發生 都有它的意義 你的困難絕對是來送你禮物的 假設你做了熱愛的事情 你又不懂怎麼收錢 一定相信這個困難是要給你禮物的 因為只要你經過它你就會收錢 重病的挑戰讓我知道 人生到底是活著去死 還是你是必死而活著 這是我在憂鬱症重度三次之後 得到的一個非常核心的信念 就是我常常會看著我的病人 因為我有非常多重工作 我同時去接個案滋商 我同時開課 但我也同時有一個正職的工作 我在洗腎室工作 我們家病人每天 其實他們過的日子叫做活著去死 你知道那個在重病的過程中 你其實一直要去思考人生的意義 那你永遠都要相信 生老病死你都一定會踏過 但是你要知道你到底往哪看 然後於是乎我自己成長的過程中 太多受挫了 我開始學習家族的治療 然後心靈的爬開這些種種等等 每一段都賴我走過一段人生 每一段我都還是可以就是 為什麼會有斜槓的能力 終究是因為我的熱愛 我找出我自己人生的意義 你要相信你現在做的事情 絕對有意義 絕對有可能讓你連接另外一個人生 就因為你有那個勇氣 踏出你現在原來的框架 所以我說我的每一段經歷 其實都帶著我走上另外一個人生 所以當你迷惘覺得你的熱情賺不到錢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麼想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篇章一翻開 你會遇見什麼 然後我剛剛有一張小卡給你們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男生 這位阿亮 他還跟我說可不可以不要這麼準 但是我想跟你說的 當你的心靈是敞開的 你就是可以知道你自己卡在哪裡 有什麼困難 只是你願不願意打開那個信任的眼睛 然後願意相信自己 我都跟我的個案說 當你的陰暗面有多大 你的光明面就有多大 因為這是人性 你同時擁有光明、陰陽、涼面 然後剛剛他的那個分享是跟情緒有關的 所以其實你要去先從你的情緒開始調理 人都是很容易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呢 我的人生隔夜 其實只有你辦不到的 就是只有你 每一生沒有辦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包括你成為一個攝影師 其實我很喜歡前面的講者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真的是用生命跟熱情 燃燒自己的事業的 謝謝你們 好 我就講到這裡 好 我們謝謝